我們今次繼續講到最後一堂 講到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才能夠勝過罪和軟弱 第六堂 今次講的是潛意識 潛意識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次我們有不開心 當你一天不開心 在一天沒有處理 那個不開心就在睡覺的時候 就入了我們的潛意識 如果有一套電影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套外國片 中文翻譯是甚麼呢? 那幾個公仔那幾個 Inside Out 反轉老朋友 它不是兒童卡通片 它是成人卡通 它說的東西很深奧 我們內心有幾個情緒 而說到每一天 當你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它便用波子代表 如果你的波子滾到你裡面 你今天就儲存了這樣的感覺 我們即使三個姐妹分享 都是聽得到他們裡面很多傷害 很多不開心 極度的傷害 如果說三個都很重要 第二位似乎是把頭塞進廁所 而且他在睡覺會用冰水淋在他那裡 非常之嚴重 他差不多打了眼睛 都是非常嚴重的情況 這些一定會入潛意識 我自己也有問題入潛意識 就是甚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在家裡有分辨 離婚後 有我第二位媽媽 家裡有很多吵鬧 我開始做惡夢和夢遊 第一次的夢遊 我還記得當時半醒 我起床就醒了下床 起床就去刷牙 但其實我只是睡了一會兒 我是夢遊 但我好像覺得真實 我爸爸就叫我回床 我又起床後 當然是刷牙 為甚麼要回床 他完全不明白 不明白 他就用枕頭扔我 然後我就回去睡覺 這是我開始 但我後來最嚴重到甚麼程度呢 到了我讀大學的時候 信到耶穌 但未得醫治 仍然在裡面有這些傷害 我試過一次做夢 在學校的時候 睡覺做夢 夢到我起床 但起床後 我站在裡面 我站在床裡面 起床後 站在裡面 即是封實了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就用手打牆 那些牆 就不像這些牆 在外國的 是 叫做 那些牆 是一塊 軟軟的 那些牆 一打穿了 那些牆 結果學校要罰我錢 去做 那些牆 這是我做惡夢的其中一次 最嚴重的一次 我也很害怕去營會 當時我參加營會 為什麼呢 參加營會 晚上就會發惡夢 因為環境不一樣 吃東西不一樣 晚上就會發惡夢 即是這個 入了潛意識裡面 但我可以這麼喜樂 這麼釋放 就是怎樣處理 我相信大家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些問題 即是有些深層的傷害 入了裡面 儲存在裡面 而沒有處理到 沒有清理到 有些人都處理了一個程度 譬如有些人跟我說 我現在平安很多 喜樂很多 不過 還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擊他 馬上就發作了 即是還沒有處理完 那我又感激神 神給我的教導 即是神是下載給我的 他會真的教我的 那個人有問題 他傷害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上心的 我不用拿屎上心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所以我心中 他一發 即是有人對我說的 不適合的說法 我就是會放手 我已經處理了 即是我在內心裡面處理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每個人都是寶貴 我的生命不值得 因為他的憤怒而受傷害 所以我就會處理 我就會說 不要緊 他說什麼都不要緊 我用柔和的說法去處理 那這個呢 我感謝神給我的處理 和心裡面有喜樂 這就是對我 很大的釋放和意志 我今天想說 就是幫助大家 你留意一下 你裡面 還會不會有激氣爐槽 很多不好的東西 而受影響 那就去處理 我首先講一講 就是動力 為什麼有動力 有些人說 我也是這樣 很難改 這四點的動力 希望大家經常記得 我之前都講過 第一動力就是 神是充滿愛和大能 祂很愛我們每一個 還有祂有能力 醫治你 提升你 祝福你 很感謝神 真的 在網上找我的人 是很多很多 雖然 他們不是每個人參加我聚會 我也沒有要求他們參加我聚會 我只是幫他們 是無條件幫他們 包括外國的人 都有上網上 因為看到我的影片 是來找我的 因為我有廣東話 有英文 有普通話的訊息 在網上都有 很多人找我 真的是 我是樂意幫 義務幫 真心幫 神就喜悅了 神喜悅 祝福 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神充滿能力 祂有能力祝福 你任何一個 每一個 你聽話 神就祝福 神就會提升 我真的不讓我生命 有任何破口 任何的情緒 負面情緒 負面的反應 任何的憤怒 不饒恕 甚麼我都要清理 甚麼的罪 甚麼的淫念 甚麼的意念 任何影響我的事 我即時處理 因為我覺得不值得 那就是動力 神那麼大愛 還有祂有那麼能力 祂有祝福 我不想被影響 我也希望大家這樣想 我生命那麼寶貴 我不想再被破壞 我們今天分享三個人 都發揮生命 第一位姐妹說到 你怎樣去傳呼音 幫你教會周圍的人 他還有一個 總之他家附近的人 經常去探望 這是很特別的見證 第二位說到 他怎樣幫媽媽 丈夫 和周圍的人 他現在也參與一些 侍奉報道 第三位姐妹也說到 你怎樣回去幫你姐姐 但是我也看到 你會繼續幫助其他人 神就會提升我們 給我們的能力 第一 第二就是神體重每一個 千萬不要說 我讀書又不夠厲害 我甚麼不夠厲害 我又不夠人好 千萬不要這麼想 每一個都是很厲害 誰想你相信你不厲害 就是魔鬼 魔鬼想你相信你是沒有用的 你是垃圾 你是廢柴 沒有用的 這是謊 所以你心中有任何意念 你即時處理 我不是 耶穌說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是神很愛 我想提升我們 第三 凡是愛神 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一定神喜歡 所以耶穌特別說到 一杯涼水 所有人都能做到 一杯涼水 做在一個屬主 屬基督的人身上 就不能不得上次 即是神很喜歡 祂一定會祝福 耶穌不是說 你幫多人信主 我才喜歡 是任何小事 我每次都鼓勵大家 我們每次在後段 互相祈禱 服侍祈禱 他們都很樂意 我感謝神 你們每個都成長 每個都去幫人 這個成長 就是操練你們 在這裡做慣 出去就做了 那時候 做慣了 譬如我跟人祈禱 我知道那個感受 我知道聖靈的經歷 我還記得 剛剛前兩天 我跟他們祈禱 接著我就說 一個簡短的訊息 然後我站起來 即時感受神很大的能力 真的很真實 神是回應的 我希望大家都 經常留意神的同在 經常都回應神 第四點就是 凡是犯罪不聽神 以及懶惰不結果子 一定有破壞性 整個生命破壞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何要破壞呢 因為神是長官一切的 有些人說 如果我爸爸是李嘉誠 就好了 那什麼都搞定 我們的神給李嘉誠 大不知多少億萬倍 所以你需要的 一定神給你 只要是我們 跟祂有好關係 以及處理垃圾 什麼垃圾都清理 你自然生命就提升 所以清理這個潛意識 也是動力 我們之前講過的 這些不再講 不過大家提一提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 我們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人們繼續犯罪 以及總是軟弱呢 其中是熟世價值觀 總是體重 要結婚、要生孩子 要賺錢 要成功、被人稱讚 這些是世界價值觀 我們有神的價值觀 愛人是最好的 或者未處理好的傷害 一定要處理 靠耶穌就放手 不要緊的 或者被人影響 被人罵 其實不要緊 他們的問題 神會給我 或者自卑覺得自己沒有用 我們每個都是寶貴 或者孤單 因為孤單 會令人追求任何的刺激 任何的陪伴都觸實 或者一些習慣和忍 影響他們 我們今次講的潛意識 為什麼進入潛意識 階段就是這樣 第一 人傷害性的說話和行動 受落傷害才會進入潛意識 你不受落 就像我現在這樣 有人傷害我 我不放在心上 我還在讚美神 即是我不在他面前讚美 我轉身 在心裡感謝神 我不受落 不會入潛意識 但很多人受落 接著就沒有徹底處理 沒有徹底清理 有些人會這樣 清理了一部分 不過心裡還會覺得 哎呀我好慘 好慘 就已經是一種 負面的就是會入潛意識 好的東西會入潛意識 有些人 你發現有些人很開心 很像我太太的一個例子 我一說和他去外面 今天約了你 他又會問我 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我今天約了他 他很開心 他笑得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好像小朋友 就是因為他成長 他的父母都是對他很好 所以他入了很多好的東西 在他心中 不是說他沒有不好的東西 不過他是入了好的東西 因為他把這個好東西影響 所以他有什麼好東西 他很欣賞 他很懂得去珍惜那些好東西 所以他就放了很多好東西 潛意識 然後接著一個人 重複入了深層的記憶 深層的記憶 主要是情緒 為什麼呢 譬如你小時候發生的事 你已經忘了誰罵你 誰傷害你 有些人忘了 有些人忘了 但是記得是什麼呢 那個感覺 是很受傷害 很不開心 很被人糟蹭 這樣進入了感覺裡面 然後潛意識就影響生命 即是你一輩子 就好像一隻龜 懲著一個很重的背部 是很煩惱的 很多不好的東西 一輩子跟著 有些人你看到他 一輩子都是 哎呀 沒有人對我好 哎呀 兒子又不要我 老公又不要我 哎呀 我真的沒用 你們都不關心我 教會都不關心我 很多這些人 又不懂得跟別人交往 所以變成跟別人交往 都沒有什麼進度 所以他覺得人人都對他不好 潛意識就影響整個生命 潛意識和意識 意識是什麼呢 是我們知覺的 潛意識呢 就是我們一生所經歷的事情影響我們 就好像電腦程式入了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有電腦程式 即是怎樣呢 被人罵的反應 有些人被人罵的反應 馬上罵人 馬上就 惡到不得了 馬上用一些很強硬的字眼 但有些人 不是很多 真的被人罵都能夠輕鬆處理 這個真的很成熟 電腦程式已經處理到一個很成熟的狀況 好像我這樣 到底我有沒有不開心呢 是有的 不過我很快處理 這個原因 問題是有些人 是要幾天 幾個月才處理到 我是幾秒鐘處理 因為我知道 是他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背上身呢 為什麼要拿屎上身呢 人的問題是他的問題 他有罪是他的問題 電腦程式就說 我不用放在心上了 這個其實是最聰明智慧 不過很多人就覺得不值 他這麼壞 我不再罵他 怎麼值得 但是越罵就越不值 越生氣就越不值 越輕鬆就越值 因為神會給我們 這個人就跟著那個程式運作 而潛意識是從心感受為主 未必是邏輯性的 即是不合邏輯 聖經說了神愛他 你信不信 信 不過 我是覺得我很慘的 我是被神遺忘的 那個人 不合邏輯 但是他相信是這樣的 他的潛意識應該是這樣的 是否避愛 是否有用 是否樂觀 他們全部都是否定的 然後 意識 推理邏輯性的思維 思考分析 和決定 抉擇 我們每個人都有理性 不過有時候 人的理性是可以很混亂的 有些人的理性是錯誤的 錯誤的 怎樣呢 他這麼壞 我當然要罵他 他的思想就是這樣的 他不單是潛意識 他的思想也是這樣的 他罵我 我要罵他 他做甚麼不好 我要報仇 這就是他的思想模式 思想模式 被神完全掌管 是一種福氣 我是觸實神的應許 聖經說甚麼呢 我們愛神 神就歡喜了 神為我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因此我觸實這件事 我的信念就是 我一聽神說 神歡喜到不得了 我一親近祂 祂就喜歡到不得了 有些人會說 你怎知道祢祈禱神在這裏 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聖經說我觸實祂的應許 祂答應我觸實祂的應許 我不是說我是這樣的 個個都是這樣的 我觸實這件事 這是我的信念 但很多人的信念就是 雖然神很好 不過不會幫助我 有些人的信念就是這樣 但很多人的意識是甚麼 我很慘 我沒有人理我 我一輩子都是苦的 這是他的意識 所以我們改變了意識 才能改變潛意識 但大部分的意識 是被潛意識改變 它是影響它的 是需要刻意處理潛意識 是否被愛 我是被愛 我是被愛被神所愛 人的愛 是有條件的 是真的有條件的 跟那個人完全都不關心 又不關心他 他怎會愛我們呢 譬如我和我太太 都一定是有彼此相愛 不會說我一天罵他 他會愛我 不會的 一定是彼此相愛 但是神的愛是無條件的 當然在人的愛中 最偉大就是父愛無愛 今天是父親節 父愛無愛 是無條件的 因為他們生我們 他們的心裡掛念我們 這是恩典來的 不過父母都是人 所以他們有缺陷 愛有缺陷的 但是裡面有一種愛在 那有沒有用呢 普通人就覺得沒有用 但是我們深信 我就是入入入 入信息在我心裡 我是有用 我是寶貴是重要的 是可以讓神使用的 是否樂觀呢 我覺得凡事都樂觀 有甚麼困難都好 不要緊的 我是否沒有被人攻擊呢 是有的 是有人曾經嘗試攻擊 做一些不好的說話 攻擊 但是我心裡說不要緊的 神一定會保守祝福 我盡量去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們很多人很擔心 血管塞了 但是我們的潛意識 是很多人都塞了 就好像膽固醇 塞了血管那裡 潛意識塞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清理 血管有事一定要清理 有些人會說 血管七成都是緊緊不用動手術 如果八成就要動手術 我剛剛今天聽到有一個人 原來他有八成兩條血管塞了 不過原來現在的手術 是用微創是容易的 危險性是很低的 他還出軟了 很快就出軟了 所以原來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你就放心些去做這些手術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做 不過你自己可以決定 不過我說最重要的手術是甚麼呢 就是潛意識的手術 讓神去清理 潛意識會怎樣影響我們呢 他會帶來罪的 我們這次一連傳 就說到潛意識會影響我們的 容易犯罪和整個人的軟弱 那潛意識會影響甚麼呢 人負面看生命 就是覺得生命是很慘的 是苦毒的 是不好的 而且負面看人 人人都對我不好的 人人都害我 被情緒控制了 就是說 很生氣 很煩 很絕望 固執不改變 因為他的潛意識 他的安全感是建立於甚麼呢 他的安全感是建立於 我要罵人 我要找一些方法去發洩 那他就固執了 即他用他的方法 他不會說 你可以放手 你可以依靠耶穌 他覺得很難改變 他就抓緊一件事 因為他為甚麼呢 他每個水泡都不行 他每個人都不能有好的關係 所以他有一件事 稍微令他好一點 他就做了一件事 但那件事未必是對的 為甚麼呢 他可能覺得 我們賭錢 是一個解決方法 他賭錢 他覺得 哇 即是有種興奮 有些人去找女人 他覺得這種方法 是可以令他開心一點 但其實這是一個固執 他覺得這件事 是抓緊他 所以為甚麼有些人 那麼難改變他的印 以及他很難相信神的愛 因為他一輩子 都是沒有人愛他的 他亦都很難去愛神 很難愛人 以及容易傷害人 容易發脾氣 潛意識其實真的帶來很多問題 人外面的表現 顯示潛意識不同的問題 即是說 為甚麼有些人有這麼多問題 因為他的潛意識問題 有些人容易受傷害 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這首歌 為甚麼他容易受傷呢 因為他戀愛很多次都失敗 被人欺騙 哇 有些新聞有說 有些80歲都被人欺騙 愛情欺騙 哇 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已經欺騙了 哇 我很喜歡見到你 不過我現在有些需要 你幫幫幫我吧 你把錢放在我身上 80歲都被人欺騙 都會被人欺騙 即是覺得 好像這個人是他生命的救星 有些人容易受傷 為甚麼呢 因為他多次受傷 沒有得到醫治 所以他對人的說話很敏感 所以他很容易受傷害 有些人容易低沉 為甚麼 因為他積存很多憂傷自憐 被人拒絕 負面思維 哇 有些人 是經常都很低沉 我自己也有時不開心 但我一留意到 我立即處理 因為我很感謝神 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後來我騎身到有喜樂 我發覺一沒有喜樂 我立即覺得有問題 我立即會處理 是裏面有很多事 我以往是甚麼呢 因為懼怕 被罵、打、被批判 令到我裏面是有種懼怕 以前我曾經 我自己洗碗 會自己害怕 那些傷害的人 已經不在一起 已經離開了 但我裏面依然有一種害怕 存在 但我便處理我的意識 就是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我是可以喜樂的 神喜悅 我所做的事 所求於管家事 要他有忠心 我真的有忠心 所以神喜悅 由於我去讚美神 有喜樂 我便說服自己 我有原因喜樂 但說服完 也會有時不開心 又出來 我發覺 處理思想 比處理情緒更容易 處理思想 你可以說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思想改變 但情緒還是有不開心 我發覺我多次多次處理 慢慢便能處理到 慢慢有不開心 立即處理 一旦讚美神 立即起落 是真的可以處理到的 所以這件事 是很感謝神 感謝神 幫助我 有這種 對負面情緒的敏感 即時處理 但我以前 其實是有很長時間 是因為以前 初期侍奉的時候 那個童工的批判 令到我很大壓力 但那時有個好處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更得意處 因為那時 萬事互相效力 呼求神 我還記得那時 無論衝浪是甚麼 我都有唱詩 讚美神 那時我初期最多的祈禱是甚麼 神 開恩可憐我 很多次 我後來就是唱詩 我發覺唱詩 唱詩編 會唱到很喜歡的 就會唱得很喜歡的 我一開始唱的 我一開始唱歌 我們就馬上發脾氣了 為甚麼是憤怒呢 因為積存很多憤怒 或者別人對我們傷害很多憤怒 容易討厭別人 看到他我就討厭了 看到他的頭我就討厭他的尾 他的眼睛 我看到他也不想看他 有時候有些人的說話都是這樣的 為甚麼呢 他被人憎恨過很多次 所以他心裡裝滿憎恨 容易害怕 這個就是我 每個人都有他最常出現的情緒 而我最常容易出現的是懼怕 你看我這麼大隻 我又不怕黑又不怕曱甴 為甚麼會怕呢 我怕人的批評 但我現在處理這件事 不要緊的 我忠心就可以了 神就歡喜了 這是處理的 為甚麼會怕容易懼怕呢 因為積存很多人的傷害 批評都入了心裡 另外有些人的表現就是依賴人 有些人出街也要找一個朋友出街才行 自己一個人出街也不行 有些人都拔著朋友 為甚麼你昨天不找我 為甚麼你去了哪裡 總是要有人才有安全感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的潛意識很沒有安全感 小時候家庭破裂 造成這件事 令到他沒有安全感 越捉住人 為甚麼越捉住人的人越離開 為甚麼呢 如果你經常說 你昨天去哪裡 為甚麼你不找我 為甚麼我打給你 你不接 那人覺得 我和你做朋友這麼慘 經常要追蹤我 我一不找你 就有這麼大件事 他馬上消失了 他真的不想跟你交往 因為你越捉住他 他越覺得辛苦 另外就逃避人 有些人不想跟別人交往 避開人 我們中間有一位姊妹 她現在很大改變 她還告訴我 她昨天大雨 都走到醫院 探望我們其中一個 以往在這裡聚會的 一位姊妹 艾琳 如果你有時間 你打電話給她 安心 她為她討告 她在醫院裡面 這位姊妹 她本來很怕人 也有人教導她 她有一個錯誤的教導 你不要跟別人相處 你跟別人相處 會沾染 沾染 那些邪靈 沾染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她聽到我們的教導 聖經教我們愛人 為何要避人 她昨天還問我如何去 她走去 我很欣賞她 這是神的恩典改變她 她是逃避人的人 現在變成了不逃避人 她向前去了 或者自卑 經常覺得我不及人 你看這個人多聰明 說話多聰明 這麼有力量 讀書又聰明 甚麼都聰明 我自己不及人 其實神可以簡選那些愚絕的 叫做有智慧的羞愧 所以我們多麼愚絕 沒有智慧聰明 不要緊的 神會提升的 有淫念 有些人很要淫念 為甚麼呢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他要捉緊這些東西 作為一種刺激 在那裡得到滿足 其實我們總之心靈身體 和反應 發現有任何負面的東西 都是代表我們潛意識 裡面有些東西潛伏在那裡 如果你說我弄不成 你可以找我的 可以找我幫助你 去處理怎樣處理問題 一會兒分組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去討論 好了 我們怎樣得到醫治呢 第一 我們深信 祝實聖經的英訊 這幾句話 我希望大家經常祝實 臨前二章九節 神人愛他人 預備眼睛 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到的 很多恩典 所以你經常祝實 我愛神就可以了 有些人說 我愛神不夠 不夠你就悔改 整個天堂都為你歡喜 我開始愛 我們聽耶穌的話 祂是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上次 即是說耶穌 你愛小小神已經喜歡了 耶穌真的很厲害 普通人是怎樣 例如小朋友 以前不合格的 現在合格了 父母應該稱讚他 有些父母會稱讚他 有些父母說 你僅僅合格 你不要驕傲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厲害 你看別人100分 你只有60分 他就不得鼓勵 但如果你說 你很厲害 你這次60分 很厲害 你會一直進步 我們很開心 這就是欣賞 就是鼓勵 但有很多人不是 只是說 你未夠未夠 但神就很特別 你一做 一杯涼水 祂也會歡喜 所以 我們可以天天開心 這個開心不是假開心 有些人說 假開心 為何要是假開心 你自己作出來 不是我作出來 聖經說 悔改 神就天上為祂歡喜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預備 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神說了我們親近他 他就親近我 並且會結出果子 即是祂喜悦 祂會接受 我便祝福這件事 我們讚美神 神就會因我們 每天歡恩喜樂 麥而愛 我們喜樂 因此 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聖經說了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 我一做對的事 神一定會歡喜 那我們就開心 我告訴你 我每天是怎樣的 感謝天父 我一感謝神 神就歡喜 祂歡喜 我又歡喜 我沒有原因 不開心 我每天都可以開心 我每天都可以這樣跟自己說 我是沒有原因 不開心 我是有原因 每天都開心 為何要不開心 我們這麼好的天父 我做任何小的事 神都喜歡 我一直努力去侍奉 神更加喜歡 我們幫到一個人 神喜歡 我們幫十個更加喜歡 我們繼續幫下去 不過你未幫到十個人 也不要緊 你幫到少許 神已經喜歡 譬如待我們操練祈禱時 你為人祈禱 神也喜歡 這樣是不是輕鬆很多 你試試回家 你就讚美神 然後你說 多謝耶穌 我一讚美你 你就笑了 祂因為用笑臉歡迎我們 詩篇42篇說到 我們就歡喜親近神 祂是喜樂而歡呼 這樣你每天的喜樂 就會裝滿 就不是說 我要做多少事 很多人就是這樣 是律法 經常都是數算 我還有很多罪 我還有很多情緒 我還未帶到我父母信耶穌 我還未看完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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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都不開心 但我們進步就開心 我鼓勵大家 看多些聖經 即是說我們情緒甚麼問題都好 潛意識甚麼問題都好 神都會給我們 只要我們聽話 只要聽話 有些人以為 信耶穌就一定祝福 我想說是這樣的 信耶穌而遵從的祝福 聖經沒有說你信耶穌不遵從 是祝福的 聖經沒有說這句話 信心無行為是死的 怎會祝福呢 這裡說的是愛祂 祂就祝福你了 先求神的國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想多些人信耶穌 我求天國降臨 在人間多些人信耶穌 第一 第二意思是甚麼呢 我的心成為天國 甚麼意思呢 耶穌作王就是天國 我的心被耶穌說是 耶穌說甚麼我就遵從 耶穌說你去幫他 我就幫他 耶穌說要遵恕他 我就要遵恕 耶穌說祝福他 我就祝福他 這就是 耶穌說道歉就道歉 對不起 不要緊的道歉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義就是遵從神的吩咐 神的戒命就是義 這些一切就交給你 我很多謝耶穌 讓我們能夠幫助非洲這麼多地方 以及讓我們去十五個國家 也都繼續現在開始回宣教 是禮物來的 我就多謝神 給我們這機會 讓我們這個復興宣教事功 能夠去祝福更多人 是神喜悅的 所以你參與其中 投入其中 以及鼓勵人參加 你都在投入去學習 應用出來 你就是走在神的路 神就喜悅你了 希望大家看到 復興宣教事功的目標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 我們是為了周圍的人 為了這個世界 是走出來 神就歡喜了 接著路加11章28節 遵從神的道的人是有福的 不只是聽到 是遵從的 以及以耶穌為樂 就是說 神是我的喜樂 神賜給我們生命 神救我 神改變我 我就要喜樂了 我經常想到神 我就歡喜 我喜歡神所做的食物 我喜歡神做我的身體 我喜歡神給我的太太 我喜歡神給我的弟兄姊妹 你們都是很可愛的 你們都很願意學習 很願意進步 很願意改變 我是很歡喜的 你們中間有很多見證 我真是開心的 多謝耶穌 真是開心 因為我主力是宣教和訓練 所以我們不是主力在建立這個群體 但是你們都願意來到 我看到你的改變 是我很大的歡喜和滿足 看到你改變的結果子 是我們的歡喜 那你就經常親近神 即是你想潛意識得醫治 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我就歡喜 我心歡喜 我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整個人 慶送所謂神的同在 以及知道神的祝福 而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如果你天天都煩惱 那你說 神啊 我很煩 你快點幫我吧 哎呀 我很煩 好慘 那你只是注目的慘 憂傷的靈恥骨敷光 你注目的慘就越來越慘 但是你說 神啊 你幫我 今天你幫緊我 我祈禱又平安喜樂 如果你中間有些祈禱 沒有平安 沒有興省的 你告訴我們 我們為你祈禱 我和我們的服侍也為你祈禱 你會經歷到 那你就多謝神了 多謝神你就喜樂了 我可以開心 你開心 你就開始得意志了 喜樂的心 很多基督徒知道應該要開心 而且他們順利的時候就開心 如果只是順利的時候就開心 行不行 那不順利的時候就不開心 那就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不順利都說 不要緊 不順利是怎樣開心的呢 他傷害我 不過我不受影響 神就欣賞我了 神會欣賞我 因為聖經說到 你只是善待對你好的人有甚麼賞賜 但是你善待那些敵人 神就紀念了 所以他對你不好 你依然對他好 哇 神就賞賜 神就祝福 那我就開心了 那時候我們就 甚麼事都可以開心 被人罵完都可以開心 因為我依靠神 我不給他影響 所以我可以開心 不過我為了這個弟兄 我求主幫助我 我去祝福他 找方法柔和對他 亦都需要清理垃圾 任何的傷害 被人罵過 你還是沒有記住這些傷害呢 被人罵 人家得罪你 控訴 被人遺棄 失敗 有時我們都會想起這些事 我都會想起這些事 有時都會想起我以前犯的罪 但我現在想起是怎樣 我第一 我都會說 耶穌赦免我 神是我憎恨這個罪 我要離開這個罪 我不要再犯這個罪 不要被這個罪影響 我真的把罪丟掉 真的不要再犯罪 因為我知道罪有很大的破壞性 亦都會偷竊殺害毀壞 神讓我現在建立的 我感謝神 神讓我建立的 如果我又幫助人 接著我又犯罪 例如你們看到我大發脾氣 或者做些事情不適合 就會破壞這個復興宣教事功 大家都沒有益處 所以我會保守自己 我都希望大家保守自己 讓我們能夠讓人知道 復興宣教事功 真是復興人的生命 真是帶來祝福的 我們就清理任何的垃圾 整個生命被提升了 我現在講一個實際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腦電波 我們的腦電波 這是稍為認識的 你不用說很深奧的 你如果懂得英文 Bats Bat 就是Bat Bat 加一個D 就是B B 就是Beta 就是正常醒覺的時候運作 這就是Beta 現在你在Beta的狀態 不是 Alpha就是比較平靜 就是好像躺在那裡 坐在椅子上 在那裡探查 享受 如果你坐在那裡 跟朋友聊天 就是B 但是你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裡 享受 就是A 慢慢放鬆放鬆 你的腦電波就會慢 OK 然後Theta 就是差不多睡著的時候 或者剛醒的時候就是Theta 然後D是什麼呢 是心碎的時候 我最重要的是T Theta 這個腦電波 我自己有空 我會上網看不同的資料 這些都是我上網看回來的 原來人的潛意識 在我們半睡狀況 快要睡著 還有剛醒的時候 是將我們的情緒輸入裡面的 即是說什麼呢 你臨睡之前 如果你在一個喜樂平安的狀況 譬如你臨睡 譬如你那天很多不開心 但是你一樣感謝神 然後臨睡之前站在那裡 讚美耶穌 多謝天父 耶穌祝福我 耶穌安慰我 耶穌幫助我 一邊讚美神 享受神 放鬆的人 阿耶穌安慰我 睡上床之後 都想著耶穌 耶穌在跟我一起 有些人說 你怎知道耶穌在跟你一起 耶穌在我們前後還圓 我們按守我們身上 耶穌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親近祂一定親近我 所以我想到耶穌 耶穌一定跟我一起 耶穌一定陪著我 多謝耶穌在這樣的狀況 你當睡覺 你的潛意識就容易得醫治了 每天你睡覺的時候都是這樣 一起來也都是 即刻數算神的一年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要時時去 即時去感謝耶穌 你的心就是一個 喜樂的心來開始 當然其實整天都要在這個狀況 但是在 臨睡和醒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覺 臨睡和醒的時候 有時忽然間有些意念 一些提醒 我自己發覺很多次 快就睡了 咦 有一個意念 可以寫廣道的 我立刻起床 拿一支筆去寫下 因為怕明天忘記了 我太太也試過說給我聽 她說她半夜睡覺 做夢 她日後學校要解決的事 解決不了 即是那些電腦程式 一些處理的事 睡覺時有個方法出現 有時她睡醒時出現 這就是在潛意識的時候 神也容易跟我們溝通 所以有很多人 就在一個很安靜的狀況 親近神 多謝耶穌 在安靜 在那裡等候神 感激神 愛神 就會有些意念 有時走出來 但你又不要勉強 不用勉強 就在那裡享受神 越是在這個狀況中親近神 神的醫治更加臨在你身上 神更加去安慰你 醫治你 潛意識的過程下 第一 留意自己 任何負面的自動反應 任何的反應 第二 找出這個來源是甚麼呢 是不是我 價值觀經常都要人體重我 要人接立我 要人欣賞我 要人稱讚我 要成功 有錢 這些價值觀我們需要改變 一定是跟從聖經的價值觀 就是最適合的價值觀 第三 用聖經價值觀 處理和化解以上的問題 當你發覺原來 譬如經常內疚 你就知道 耶穌已經赦臉 我們不需要內疚 這個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做 即是何時發覺自己 咦 為何我這麼容易發怒呢 因為我覺得 人是應該對我好的 他對我不好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會發怒 但當我們說 世人都犯了罪 我接受人有罪 所以我不用那麼激氣 不用那麼怒吵 我就不介意了 不介意的時候 聖經有說過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有耶穌幫助我的必不巨派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不需要介意了 於是 我就化解了 他對我不好是不重要的 有人對我好我就珍惜了 有人對我好我就珍惜了 我對他好 這些是禮物來的 但有人對我不好 我依然對他好 不過我不用介意 好了 第三 多親近神 被神的平安和愛醫治 來建立正面的信念 正面的反應 以及待人接物和情緒 即是經常都正面的 我們的思想是正面 處事的方法是正面的 第五 欣賞任何進步 不怕去處理更多問題 就是說 跟別人的問題 有些人很怕跟別人面對一些問題 面對問題不用罵人的 有時我們就說 我留意到這件事發生 你覺得這件事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影響你 你覺得心情怎麼樣 你覺得你想怎樣得幫助 即是去用探討的方法 詢問的方法 去提問的方法 可以去處理一些他未處理的問題 我們也求神給我們知 有些人是幫不了的 他不肯改 有些人是需要接受 對他善待他 或者他有改變 有些人是可以改變 但善待人總是會改變的 我會再講一些細節 不過這個潛意識的一個德性五部曲 我本書《輕鬆德性》裏面也有講到德性五部曲 第一就是留意到 我何時的潛意識發生的問題 第二深信這些潛意識的問題一定有破壞性 由用聖經的觀念去處理 聖經吩咐我 內心世界應該是怎樣的 感謝神的 正面的價值觀的 我如何用聖經的觀念 處理我的潛意識的問題 由祈禱求神 赦免 給我力量 神給我力量 由我選擇去處理 好了 我現在講一些例子了 譬如有一個人經常都低沉 潛意識就是低沉 經常都很煩的 不開心的 那如何改變這個潛意識呢 就問自己為何我會這麼煩 因為我覺得事情不順利 人對我不好 各樣都不好 各樣都困難 於是我們的思想就是 各樣都困難 所以我就不開心 好了 這個思想不是屬神的意念 神是說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我都開始有改變 首先當然我們倚靠耶穌有改變 那些事都能改變 這件事都可以改變 都可以處理 有些人改變不了 我就接受他是改變不了的 那我一樣平安 這件事很重要 簡直 這是另一個人 他經常都不開心 他不開心就代表我天天都不開心 就算那個人是你的親人 是你的配偶 是不是他不開心我就不開心 其實不是一定的 於是我選擇 我因為他的不開心而不開心 我會說 神愛我所以我開心 這件事很多人很難做得到 尤其是你最近的人 當他在一個常常的問題中的人 我們需要與那些問題分割 但我們愛他 關心他 但他的問題我們需要學習分割 就是聖經講師篇18篇第六節 有耶穌幫助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我們就不讓那件事影響了 我就說我的生命寶貴 我不用受人影響 我可以生命發揮 我的平安喜樂可以影響他 可以祝福他 這樣我就不受這件影響了 接著我就選擇 選擇去處理我的內心 想到每一個人 我受到影響的 我如何不讓他影響 我可以反而祝福他 讓我天天在平安喜樂的狀況 而發覺仍然是不平安 繼續做 我現在已經在進步了 神歡喜我的 所以我先說一些秘訣很重要 神歡喜我的 我讚美神神歡喜我的 所以我可以選擇開心 我可以選擇每天都有力量 那我就越來越進步了 這樣慢慢我就不會被人影響了 這是一步步 我自己也是以前被人影響 而後來就不被人影響了 或者譬如我講到害怕 我自己也有害怕 或者有任何的情緒 如果你發覺你有些情緒 那你怎樣呢 那你就說為何害怕呢 我來說就是以前被人傷害 被人批評 那我說所求於管家 用聖經回答 是他有忠心 我都忠心了 所以神都會歡喜我了 神接力我了 神會讚我 因為我做在人身上也很多 神會歡喜 不是我完美 我一樣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我有做 我真的親近神 我有罪 我求主赦免 那神是喜悅的 神喜悅 於是我就可以開心了 我開心 我就不用再想回以前他的批判了 我就放手了 每一次做 做一下 我就說 其實神現在很歡喜我 我就贊給神了 神其實現在很歡喜我 因為我一直改變 我又不好 我求主赦免 不過我正在改變 所以我可以開心 那種懼怕 我真的發覺每天 每天做 每天做 就慢慢清理了 有一個遊戲是這樣的 有時候去一些地方玩遊戲 就是這樣的 有很多個洞 有隻動物走出來 你拿著鋁仔 哪一個一出來馬上拔 就是用這個方法 你一發覺 你出現的是低沉 苦惱 憤怒 無論什麼都好 都用聖經回答 譬如憤怒 為何祂壞 祂壞 那聖經說 是否祂壞 我就討厭祂 聖經說以善性惡 祂不能夠害到我 所以我一樣平安起落 我每天去處理 每天去宣告 神是愛我 神是祝福我 這樣我們的生命 就可以得到處理了 如果待會有問題 也可以在少祖裡討論 你有沒有潛伏的 憂傷、苦惱 有沒有發現這些問題 是多年的潛伏 你想得到醫治 第一個問題 第二 這些問題需要一層層被揭開 以及被醫治 可以先處理最常出現的問題 然後一層層進入你的潛意識 你有否一些常出現的問題 可以 這個問題來自甚麼的經歷 第三 我們可以怎樣化解過去的傷害 或者負面的思想情緒 就是用聖經的話語 神愛我的 我做的是神歡喜的 人的問題 我不用揹上身的 神為我開出路 我聽話就可以了 第四 我們怎樣可以讓神的同在 醫治我們的潛意識 就是讚美神、愛神 相信神很歡喜 或者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那麼我們更多喜樂 就會醫治我們的潛意識 第五 潛意識如何令我們容易犯罪 化解潛意識的問題 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對付罪 就是說 當人經常都有潛意識的問題 他自然就喜歡罵人 惹人、惹人、低沉、放棄 那麼我們怎樣可以靠主幫助我們 紅色的就是對基督徒的 藍色就是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可以 紅色的就是 基督徒要對付罪 我們怎樣對付罪 第六 如果日常生活發現不同的問題 出現可以怎樣尋找根源和得意志 這個可以在小組討論 譬如說 他容易煩的 容易有些不好的習慣 容易激氣勞嘈 無論甚麼都好 怎樣處理 這個實際太多元化了 我不能一下子說了 那麼多個例子 我先講了少許的例子 有沒有人有少許的例子想問的 你可以立刻舉手 告訴我 我立刻可以回應 如果你發現 你潛意識裡面有個大問題 你想問一問 我可以立刻回答 如果沒有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親愛天父 多謝你 因為神你很想醫治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裡面一層層 好像洋蔥一樣 有時表面好像只有憤怒 或者低沉 但裡面可能有高度的傷害 裡面可能有高度被拒絕的感覺 被遺棄的感覺 裡面可能覺得自己沒用 或者裡面對神有個怨恨 在裡面我們藏了很多深層的傷害 深層的潛意識 求主幫助我們面對這些問題 在這一陣子我給大家一點時間 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潛意識的問題 在這一陣子大家去反思一下 給大家安靜的時間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凡事都能 我們有任何的問題 你都能夠醫治 求主幫我們坦誠地面對我們的問題 亦都當弟兄姐妹聽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是有連率的心 不是有個體消人的心 亦都不要將別人的秘密去傳揚出去 讓我們在小組的時候 能夠互相幫助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states,阿姨 你的 ك 你 個 dump र 兄 從 那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